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地层这一课程 上一节课呢,我们从我们的第二类插进你的API入手 学习了一下framework和用程序的一个交互的流程 这节课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块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好,这个图呢,已经提前画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都涉及了一些什么类,或者是对象这里呢 首先,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所写的一个应用程序 比如说MyCameraApp 然后呢,还会有一个frame.java 这里呢,是它提供了一些API给我们的应用程序去使用 在CAMER的交互里边呢,它还会有一些native的函数 这些native函数,具体实现呢,是在我们的GI层 GI层里边具体实现呢,它又会去往更底层去调用 这块呢,这块呢,相比来说,我们就会有一个CAMER.CPP 用时间加去实现的 然后呢,这个CAMER的CP里边的CAMER 是组成于CAMER.BASE这个类 这个类呢,是一个模板类 它的模板参数呢,是传进去的CAMER 是我们这个CAMER.CPU 它这个类的字迹 然后呢,在这里还会有一些bunner IPC的一些代理 我们在native framework这块的一些实现呢 会通过调用bunner IPC的一些代理 最终调用到我们的CAMER.CPU CAMER.C里边的一些实现 这就是这个框架中 大致所涉及到的一些的类的内容 那我们结合着上一节课所学的 它的一个具体的交互流程 再来串一下它 比如说我们要打开相机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在MyCAMERAPP 我们自己写的CAMERAPP里面调用API Open Open呢,会调用到GNI层里面的一个Native Setup 这个GNI层里面的实现呢 它又会继续往下调 调到Native这一层里面 CAMERAPP里面的一个Connect CAMERAPP的Connect呢 会调用到CAMERAPP里面的Connect 在这个Connect的时候呢 它首先通过ServiceManager GET到CAMERAPPService 当然呢 这里GET到的呢 只是我们的CAMERAPPService的一个Proxy 也就是代理 它呢通过CAMERAPPService的一个代理 然后跨过进程 也就是通过Bandapt这个机制 跨进程的被用到 BNCAMERAPPService 我们的CAMERAPPService呢 它是继承于BNCAMERAPPService 所以说最终呢 就通过BP CAMERAPPService 代用到了CAMERAPPService里面 来去Open我们的摄像头 它在CAMERAPPService里面去Open 它其实是给我们 用了一个CAMERAPPService 然后去调用CAMERAPPService里面的处置画 最终再往下对用到 应接通向层 进一步再用到我们的驱动等等 更提倡的一些内容 来去把我们的摄像头给我们打开 在打开了摄像头之后 那我们用了一些操作呢 比如说我们要拍张照片 通过我们的CAMERAPP 然后对用到 CAMERAPPService里面的一些API 然后经过我们的GNI 再调用到Native的一些实现 Native这块呢 它又调用了 我们在CAMERAPPService这一端的 CAMERAPPService在这里的一个代理 BP CAMER 同样BP CAMER经过BANDER这个跨进程通信机制 对用到了BIN CAMER 我们的最终对用到了这块的CAMERCLANT 来告诉他我们要拍张照 怎么拍照呢 同样的我们的CAMERAPPService这端的CAMERCLANT 又回去和更底层的 应该特线层 甚至和一些最终间的我们的驱动程序 来拍张照片 最终把我们的拍完的数据 再给我们返回到这里 怎么返回的呢 它是调用一个BP CAMERCLANT 这个BP CAMERCLANT呢 是我们NativeVMARK这块的CAMERCVC里面的 这块的一个代理 这个代理呢 同样也是通过BANDERIPC的一个机制 跨过进程 调用到了我们真正CAMERCLANT 这一端的一个实现 然后告诉他这个数据已经回来了 在NativeVMARK这块呢 又再经过GNA往回 调用到我们CAMERA这一层 最终调用到我们的自己写的CAMERAPP 把数据给我们送回来 这里呢 我们又把这个中间所涉及到的这些对象 这些列了给它划分了几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MyCAMERAPP也就是我们自己写的相机应用 这里就是这层是我们的APPLICATION 也就是应用它 在CAMERJava 然后和Android HardwareCAMERJCP CAMERJCP呢 这里我们把它分为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是APPLICATIONFRAMER 也就是应用程序框架 这个应程序框架呢 我们再给它细分 这块用Java所实现的 我们称为JavaFramework 这个呢 是我们的GNI层的一些实现 是GNI 快过GNI之后呢 下面是一些Native的实现 是我们用CC加加这些语言所实现的 那我们把它称作为Native Framework 再往下走呢 就是我们BANDERIPC BANDER基层间通讯相关的一些内容 它的核心呢 它的核心呢 其实只是一个BANDER 这像这些BP CAMERA SERVICE BIN CAMERA SERVICE 这些基线呢 其实是为了把BANDER 已经连通讯这个机制 和我们的这些具体的一些 业务逻辑给连接起来 而做了一些实现 BANDERIPC相关的 在BANDER这一端呢 就是跨过我们的BANDER之后 也就是我们AndroidService 我们把这块 发布成一个模块 AndroidService 同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 也大致是应用层 然后应用框架层和BANDERIPC相关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Android服务相关的 我们把它放回这四个模块 我们再给它整理之后呢 就会发现它也是一个这样的架构 从上到下有一个应用 这块呢 这块呢是一个应用 然后呢 再往下是一个 Application域用框架 运用框架 运用框架 再往下呢 会有一个BANDERIPC 也就是BANDER进行间通讯相关的 跨过BANDER进行间通讯 就到了AndroidService 是Android的一个服务 那就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在官网上看到的这张图 在官网上看到的这张图 也是Application Framework应用程序框架 应用程序框架 经过BANDERIPC Proxy BANDER进行间通讯代理 然后就到了Android System Service Android系统的服务 也就是我们在官网上看到的这个结构 Android系统服务 它又分成为的Media Server和System Server 两大类 我们所讲到的CAMER Service 就属于Media Server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就属于System Server 下面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 这课程我们这阶段呢 目标就是掌握framework的基本架构图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张图 然后呢就是掌握我们看圆码的一个方法 我们怎么看圆码呢 我们这里有讲到通过System Set 插开圆码 然后借助UML工具 画一下序列图 然后找一条线索 然后去理一下它怎么一步一步丢用起来的 再者要通过System Set 接合圆码 还是结合着我们的UML工具 画一画内图 来从整体上把握一下它这个基本的框架 这个怎么去看圆码呢 我们在学习第一类API入手 去学习framework的时候呢 也一步一步的去和大家一块去结合着圆码 去画了一下这个图 好看一下我们的课后练习 课后呢 大家可以去进一步学习一下经验和Bunder相关的知识 同时练习一下 通过System Set和UML工具 集合起来去阅读分析这个圆码 好这一阶段的课程我们先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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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